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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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端菜 二十六岁 二十二岁当组长 苏联之后他当店长 年薪两百多万 所以读书不一定是 一定是决定一切 我讲命令除去 用要给你知道 他去读心非常清楚 目标非常清楚 定位也非常清楚 这个我已经在前几堂哥都讲过了 讲过了 我要给你知道说 只要你了解你自己 你一定会成功 虽然说他不是在传统文化 的这种环境中长大 但他爸爸所受到很大人生的考验 都注意在他的身上 他爸爸走过失败的路 都一路提醒他 这样会失败 后来透过他不是修炼的 修炼方式就促成他的成功 二十六岁年薪两百万 两百多万都成功 他都注意到他的每一个小细节 注意他的每一个小细节 每一个当下定位在服务别人 你用九个小时的薪水 多做十四个小至十五个小时 请问如果你是老板 这种员工你要不要 这么小声 这个半路上就要喊很大声了 这种员工你要不要 如果你这么做 为什么你不会成功呢 当你先付出这样的时候 受到困定之后 后来就变成你指挥别人 为什么你没有去做这样 对啊 所以你说你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会不好 你在某个领域里面 你为什么没办法突出 因为付出不够 付出不够 当你付出够了 就不一样 他的情绪空出也是空出不了 骂员工 到最后他低头向上赔不是 举办了一个道歉大会 人家他的部署八个月之后 才原谅他 才原谅他 所以说我给你了解说 你要记住一句话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的幸福就没有了 你的幸福都没有了 还有成功与失败的时候 来影响你的情绪 赶快每天把你的心情 reset掉 归零 不要把昨天的好与不好 带到今天来 这样就非常可怜的 小平的哥哥参加联考 大姐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 他妈妈非常的伤心 结果小平有一天笑了 妈妈跟他说 不可以笑 妈妈 这是喜事为什么不能笑 他说 你哥哥没有考上大学 要等到他明年考上再笑 今年就不能笑了 这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我们的家 今年一整年都不可以笑 你看 妈妈的情绪被分数 被分数限制了 你看多可怜 对不对 就影响就会很大了 所以说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 要处理 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先处理你的心情 把心情处理好 真的要去 谈什么事情 一定要 先想快乐的事情 包括你要上台 要不要先快乐一下 你是充充满满的 你到外面一定要 赶快笑一下 再上台 不然你这样 心肝非得 你上台是不好看的 所以处理事情 要先处理心情 那处理心情 要先处理什么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对啊 表情 把表情处理好 表情处理好 自我调整一下 表情是可以调整的 每天自我用一下 他自然而然都会习惯 木板脸 苦瓜脸 木板就是没有表情 苦瓜是更可怜 两眼收在一起 叫苦瓜 木板就这样 苦瓜就这样 对不对 木板苦瓜 还有微笑 还有职业笑 这四点 对啊 微笑 紫月笑 你看到我每张相片 一定都非常潇洒 只要你滚我照相 我一定会美美给你看 我一定会非常潇洒给你看 我不会这样 我也不会这样 不会 我一定 两个一定会翘起来 我每张相片 你几乎都一定会这样 一定这样 很多滚我照相的时候 到底是我会照 还是翁老师 你潇洒 我说因为是你会照 你会照 所以说 这种表情 四种表情 你会喜欢哪种表情 你应该不会喜欢木板脸 你应该不会喜欢苦瓜脸 你知道吗 有一个女孩子 他会很高兴 他说他 弟弟生小孩 他要回去看他的孙子 我说你不要回去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就不要回去看就好了 为什么不 我说你不要回去最好了 你不要回去看 我自己的孙子 我为什么不回去看 我又不敢 我真的不敢问他讲怎样 我心里想说 你那个美妥都做这样 你回去看你的孙子 第一个印象 一照相 一照下去 你的孙子就变成这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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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他模仿是很快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 他的孙子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要去看别人的小孩子 要笑 知道吗 绝对不可以做个梅头 你做了梅头 小孩子很快 你斗过嘴 他本身也会斗嘴 很快的 所以说我们再来谈 避免关系越亲密 EQ会越低 有没有这样 因为妈妈骂小孩习惯了 同学相处惯了 朋友相处惯了 反而非常小心的 常常会 人家原谅你 体谅你 那结果你的常常就 会发脾气 好 EQ越低 有一次小明拿着花要送给妈妈 妈妈端一个汤 结果小明把花拿在后面 静静地走进来给妈妈一个 惊喜一下 像小明他妈妈热汤一端 转过来说 吓一跳 叫妈 吓一干什么 吓一跳 把花掉下去了 小明被妈妈骂了之后 就躲到房间里面去 当他妈妈 把菜汤放在桌上的时候 要回到厨房 又发现 哎哟 怎么有这一束花这么漂亮 他心里想说 心里想说 那刚才小明的意思是要拿花送给我 那我为什么骂他 很不简单 妈妈也说很不简单 赶快整理一下心情 再处理一下表情 然后就敲稳敲稳敲稳进去 进去之后 还跟小明说小明对不起 妈妈刚才吓到了 写文就跟妈妈说 妈妈没有关系 但是 我看你在陪你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我看你对每个人都非常好 也非常有礼貌 也很亲切 他说你为什么对我们兄弟都那么凶 对我们为什么都那么不好 这是习惯性的父母亲 习惯性的长官 习惯性的同学之间 有时候就很容易这样 是不是 所以反而越亲近 越怎样 越怎样 他的这种关系越不好 越不好 EQ越低 那个利益 利益我可以讲一下你们家的故事吗 爸爸讲的话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你们两个站起来给镜头照一下 你知道吗 他们家做花莲 他们家有两间和三间的幼稚园 几间 剩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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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开幼稚园 他爸爸是花莲 警察级的尊二组的组长 其实他可以当副机长 机长这些奇怪 他是不想升上去 因为他生活很潇洒 生活很潇洒 所以他是有两毛 又两颗星嘛 两毛两颗星 所以高级警官 高级警官 他本身就喜欢 喜欢打高屋 喜欢玩那个 重机这一类型的东西 能在他们那个年代 可以考上警官学校 算会读书的嘛 是不是 算会读书 爸爸体材很潇洒 瘦瘦高高很壮 这体材就是很潇洒 但是他对主女也非常好 女儿也对他很老 他就一直期待说 女儿 你们能不能瘦一点 能不能瘦一点这样 他们就瘦好 但是好从来都没有瘦下去 有一次他爸爸星姐来说 真的 书读的不好 又那么胖 你们不会感觉可耻吗 这个爸爸要讲这个话 真的很恐怖你知道吗 这很恐怖 这个如果 护女主情 如果没有困扰 这是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当他爸爸讲完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人很自然的这样回答他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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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要静这 重点不在爸爸去讲这 重点在说 这个家庭是有和乐 才能这样的 对不对 有和乐嘛 家庭有和乐 才能讲出 这种话超过 超过一般 那个是一种人格 一种各方面都很受伤的 但是他们的EQ可以高到 铜墙铁壁 可以 可以透过18 铜笙 没办法打过去 他们就是打过19铜笙的 请坐 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可以给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一定要知道 心情要控制好 一定要透过你平常的那种练习 透过那种修炼的练习方式 他才能成功 要透过练习 像表面上看这是没有什么 Zune是从家庭里面去学习他的 从家庭里面 第一要有那种父母亲 第二要有那种组女 这要结合在一起 真的是很不简单 也很不简单 我们就用这个来和大家分享 所以EQ好 你的成功几率会非常高 EQ好 因为EQ是占你成功的80% 能力才占20% 成功者 这是透过E零数银行 人力银行所文件调查 调查出来整个的结果 所以说希望我们各位家人 你们年纪轻轻 对这个情绪的 这种修炼的功夫 一定要提升 才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前途 所以这一堂课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 在这一段时间 你懂得质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